前方機車靠邊停車 前方機車靠右停車 前方雙載機車勇闖紅燈 立刻被巡邏遠景攔下 靠邊靠邊 那邊是紅燈 他是女兒子 帶兒子闖紅燈 富人不斷道歉 但犯下的錯還是得承擔 更嚴重的是遠景越聞越不對勁 空隙中有股意味 我們做一下簡單的酒精測試 沒有喝酒耶 小姐 沒有喝很多 沒有喝很多 這個值很高耶 44歲的林姓富人 稱現在其他地方喝完酒 返家後又要帶17歲未成年的兒子 出門吃宵夜 因此才冒險酒駕出門 設犯刑罰公共危險罪 公共危險罪 全案依法移送排用地檢署 錯誤示範後果惡劣 想出門快樂吃宵夜 變成在警局度過漫漫長夜 記得陳廣安 陳志茂 台中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好